好 那么如果你已经确定 我们这个输出的部分没问题 它会闪烁的话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把它安排在 它被打到的时候要闪烁 对不对 被打到的时候要闪烁 那所以基本上 本来应该是把它放在这边 但是 因为你放这边的话 它会 因为它这个是需要时间的 需要时间 所以你放进来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 那所以当我们在 执行这个程式的时候 如果我去打到它 有没有你那个 这个灯就会闪三次 就会闪三次 刚刚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那个 红灯闪三次了 所以基本上这样就可以运作 就可以运作 好 所以你只要把你刚刚的这个 测试成功的这个把它放进被打到的地方 好 那它被打到它就会做这样的输出 那如果你觉得一只怪物而已 好 不够 不够好玩 那你就直接按右键复制 按右键复制 这样就会有多几只 这样就会有多几只 那如果你觉得 都长这个样子不好玩 你直接去造型这边把它换掉 把它换掉 从这里可以选择其他的 比如说我让妹妹当作怪物 好 好 好 那 我这个删掉 好 有点大 好 这可以把它拿掉 它就变成这一 好 那这样这个就会变成这个这种样子 觉得太大太小再动一下 好 所以当你一样点的时候呢 因为他们的程式都一样 你是直接复制的 所以三个就都会动作 就都会动作 好 所以 好 有没有 碰到就一样会发出声音 一样会闪烁 三个都会 三个都会 好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加一下你的 你的角色 然后把那个 灯光会闪烁的部分 也把它塞进去 好 很不舒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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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这样你这样做一个游戏 有没有很简单 有 有 有 你看你今天一下就 我就 我就看一个游戏 就把一个游戏做完 好 好 金泽杂章 杂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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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来 切换一下画面 现在请你们存档 存档 好 切换画面 321 好 现在请你把你做好的程式 存到你刚刚的滴跌的资料夹 所以你要档案这边 另存新档 然后去找到你的 电脑的滴槽 本期直跌滴 然后 你刚刚开好的资料夹 点进来 然后在这边给他一个名字 今天是12月04号 这个叫做飞机射击 好了 你自己决定名字了 名字自己定 把你的程式存起来 把你的程式存起来 存起来 之后呢 好 请你把他关掉 然后那个